到底NASA的彎流飛機來台灣做什麼呢 來台灣之後呢 據說它還要去韓國啊 那我看了很多報導都說 是來測這個空汙的空氣品質的啊 但是網路上就有很多它的飛行路線圖還包含了 它有做出這個觸地重飛在台南 Touch&Go 然後呢 還有Low Approach喔 而且這兩架NASA專機的編號也很有意思 一架呢叫NASA 817 一架叫NASA 520 這個密碼大家都聽出來了嗎 所以它這個雖然是做科研學術研究 把那個南台灣的相關的這些包含的空氣品質 包含它的空氣污染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的含量 PM2.5的這方面的懸浮粒子的這種指數的高低 它這個飛行可以把它垂直的 垂直的分佈的狀況跟水平分佈的狀況做研究 但是問題我認為它有三個 它除了這個做科研做學術互動之外 我認為它三個代表是有據有依 某種程度的軍事意涵 第一個它到的是軍用機場 它為什麼不到小港機場就好啦 民用的就可以了 它在台南機場落地四次重飛 到嘉愛機場也落地四次重飛 當然它可以做耕田 耕田是嘛 來而來回就是耕田嘛 它可以做一個 我剛剛講的平面的這方面的科研調查 但是你落的是軍用機場 而且你落地 那換叫做打擦邊球 什麼意思 打擦邊球嘛 要落地我這個是 因為這個是它美國航太總 航空太空總署 它是官方性質 從菲律賓馬尼納克拉克的軍事基地起飛的 也是從軍事基地起飛 起飛之後到台灣 通過巴士海亞到台灣 第一個它先到恒春機場 恒春的無禮停機場 恒春的無禮停機場 現在是軍用機場 無人機跟直升機在進駐的 那它為什麼 它是它低空通過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是麵包山 麵包山有洛山峰 洛山峰有亂流 所以它不落地 而且平通的無禮停機場 就是恒春無禮停機場 它的長度只有1700公尺 算短的 就不要再落地 因為它是四個發動機 那沒有要落地幹嘛 特別經過那邊 因為這是軍用機場 所以它這個軍事機 用意就很大 這是第一個 它選擇是軍事軍用機場 軍用機場就要走戰管 走戰術管制 然後受軍事塔台的航空管制 因為塔台的管制是五海裡的 這個五海裡的半徑 直接就是死海裡 整個是塔管制的方法 就要進來做管制 而且又落地 第二個 就剛才主持人所說的 它用的是這個編號 為什麼用817 這有政治意義 第二個它又用到520 大家想想到520是什麼 又用到817什麼 大家就想 它讓你來聯想 美國它不講 但是讓你去解讀 這是很清楚 讓你去解讀 這是什麼狀況 飛航的 這是飛航的編號 你為什麼不用538 對 你為什麼不用8600 因為520就是我們總統就職 你隨便用就可以 你隨便可以 我就叫NASA600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你彎流600 你用NASA600好不好 它為什麼用817 所以它真的是有涵義的 你自己去 而且有涵義 我認為就打插邊球 就測試 然後另外它還要落地 我就落地給你看 是這個樣 還落地 台南落四次 嘉義機場也落四次 而且就選用軍用機場落地 它為什麼不選用小港機場 這種政治性的含義會比較低 你從編號 從落地的機場 然後選擇的這個是南部的這個區塊 它先做測試 而且我們知道 它不是從馬尼拉的民用國際機場起飛 是用克拉克的空軍基地起飛 官方的性質色彩就是比較濃厚 我們可以從這方面來做解讀 小建長 你覺得呢 你也覺得不單純嗎 還是很單純 我有跟張將軍不同意見 還請張將軍多指教 那怎麼說這件事情 現在國軍最厲害的手段是什麼 就是明明這件事是不好的 他會把它扭轉成好的 然後來說 我們做過什麼樣的訓練 我必須要這麼說 不管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恆春那邊的機場 或者是台南或者是嘉義機場 以前是不是軍民兩用機場 還真的是 在沒有高鐵之前 大家南南北北跑 不是都從嘉義坐飛機 從台南坐飛機 然後還有當初為什麼蓋了這個 恆春的這個機場 不是就是要促進那個墾丁的觀光嗎 恆春這個機場 當初真的是為軍用嗎 不是 當初是民用的 可是沒有人要坐飛機到恆春去嗎 沒有人要去嗎 大家自己開車 不然你到了恆春下來就斷腿了 所以你要自己開車 所以我們這樣講 如果說你這樣看這張圖的話 他如果他要訓練的話 他必須要有 上面要載足夠的人 一架次這樣子飛來飛去 他必須要有足夠的人訓練 而且據我所知啊 從美國空軍跟NASA是有一些合作的 不過這個是單行道 就是空軍往NASA 可是NASA回不了空軍 所以我們來看 這個是他就在恆春機場這邊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看一下環境部 是怎麼講這件事情的 環境部他講得非常清楚 剛剛張將軍也有講到 說其實他這個是為了3D的 一個就是3D的整合觀測 他可以觀測到上空跟地面上面的空汙 這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明明是來測空汙 可是我們就有這個 我不是講張將軍 你不要來罵我 然後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這一些軍民 他就說這一個其實就是要來協助台灣 你協助台灣直接派軍機 你打這個插邊球幹嘛 直接的戰略清晰就好了 你搞這樣幹嘛 而且剛剛講過了 從空軍往NASA是單行到 從NASA回不了空軍的 而且這裡面他測這些東西 到底在測什麼 我們先可以看到 他有測所謂的多環芳香精 碳氫化合物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燒了煤炭燃油瓦斯垃圾 或其他的有機物質 這個不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發電的狀況嗎 那他其實來做的這第一個事情 測這個到底會 就是說這個對於人會 人體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剛剛講多環芳香精 碳氫化合物 事實上他會對於懷孕的婦女 然後會造成流產甚至不孕 然後而且他會有皮膚或免疫系統的問題 那其實這是一個按照環境署的說法 這是一個多國合作的一個專案 然後而且另外他還測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個致癌物質 那他就是這樣測 而且你真的確定我們的環境部 他有定時的在公佈這些資料嗎 並沒有 他公佈的就是剛剛剛剛講的PM2.5 PM1.0的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真正對於造成 就是我們講到我們現在大量的使用 那個燃燒這些 無論是石化或者是燃燒天然氣造成的影響 這個才是美國的興趣所在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到示範了 請到示範 曉得把腸效益 是相反列閉倒 對法人的考慮 對法人的嗰 請看